记者为锦军桃园报道,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旗下的华航分会机长容分会员,不满劳资条件破裂发起罢工投票,据工会统计,截至今天下午4点,已有1200名会员进行投票。 华航机长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常务理事陈祥林表示,投票率已有8成5,有极高机率取得合法罢工权,若资方不愿进行劳资协调,将会有至少三天罢工预告期,不排除于中秋连甲发动罢工。 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旗下的华航分会及长容分会员不满劳资条件破裂,于7月16日至8月6日间发起罢工投票,如取得工会及两代分会会员过半数同意,即会择期进行罢工。 陈祥林表示,工会目前约有1500名成员,其中华航机师近900位,张荣机师约500余位,截至今天下午4点,华航及长容的会员各有734人及466人进行投票,直言,罢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团结是唯一谈判的筹码。 陈祥林表示,盼花航及长容能够正式员工诉求,与工会进行实质劳资协商。